卡斯罗犬命悬一线 是否会中暑死亡 有很多网友说想看卡斯罗犬 咱们就满足网友的要求 最近有个粉丝要送我一只卡斯罗犬 这只卡斯罗犬体型非常壮硕 我也非常喜欢 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前几天我买了一只巨型比特犬 很遗憾这只狗在路上中暑死亡掉了 所以客车托运这条路我是不敢再走了 因为客车托运太过于危险 所以这次我们走的渠道是货车 刚好今天有一辆货车 要给我运十几吨的原料到我的仓库 我让这个货车司机直接到卡斯罗家里 将这只卡斯罗接过来 这样司机可以在路上照顾一下他 如果小狗乐得受不了 可以到服务区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想这样成果率会高非常多 咱们原料的发货地距离我仓库 大概有一千多公里 今天早上十点钟开始走 到明天就会到了 我也非常期待 希望这只卡斯罗犬 能够顺利安全的到达我们仓库 说实话狗是非常多的 但是碰到自己喜欢的狗是比较难得的 这也是我放手一搏的原因之一 具体 卡斯罗犬具体能不能成活 咱们明天再看吧